我们就是说初一再不要念那个功德老三十咒 要 但是不少念了师父 我们怎么很穷呢 就是看看你平时功德做的多不多呀 你平时做的功德少 那念的就没什么大用 你如果功德做的很多 三十做的很多 那你在念初一念的话 它会找回双倍的功德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那就是说这个是适合每一个人念 还就是说针对做三十特别多的人 当然针对做三十特别多 做二十太多的话念了都没用的 那我知道了 那就是说如果说要念的情况下 那就是说四十九变是吗 师父 对 先念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们祈求就是把三十转化为功德 还是怎么祈求 就是了 请大字大悲观心 不大保佑我某某某 在新的一年里 功德无量 我要多做功德 请关心菩萨保佑我 把我往事累积的事案 全部转为功德 能够避应我 保佑我 能够让我在新的一年当中 身体健康 或者求什么求什么就可以了 明白吗 采访以前说过就是做功德嘛 就是念这个功德保持持住 那么就是我一直也在 读人一书放生 也算是在做功德了 哦你这个你这个是肯定是功德的 这说我才的 对说那个功德保持持住呢 是你做善事 然后念功德保持持住 把它转换成功德的 那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不需要念功德吧 用不着的 你都是功德 你让个印书 去给人家看 救度众生 这个绝对百分之一百的功德了 听得懂吗 那这种经文 我就是一辈子不需要念嘛 你呀 你这样 如果你觉得你善事也做了很多 你希望把你的善事都转换为功德的话 你照样可以念 善事指的是什么呢 善事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用心的去帮助人家做好事 那就叫善事 听得懂吗 好像也没怎么 那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方说一个老妈妈过马路了 你没有用心的 就觉得我应该去扶她一下 那么这就叫善事了 这个人家里冲的不得了 哎呀算了 我给马路上 我捐大概十几块钱嘛 那也叫善事 听得懂吗 人家吃了吃了没好 我站起来让人家坐 在公共汽车上 我让人家坐 那就叫善事 听得懂吗 哦那我知道 那我做善事 就是不念这个行不行呢 做善事不念这个 你就马上这辈子有福报了 也就是说 你本来比方说 你今天 你今天没有人帮助 那么你 你那比方说 你经常做善事的 哎你这个事情就会特别顺利 这是 这是善有善报的 报在现在的 那么功德的话呢 第一呢 是能够去除你的 孽障 那么没有一个事情 能够去除你的孽障 只有功德能去除 明白吗 哦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因为功德可以带到 下一辈子的 那么你这个善事是带不了 下辈子的 这辈子只能用掉的 明白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这个 我每次不是做这个功德啊 这个那个什么印书 我都是为我妈妈做的 对啊 那你妈妈会很快 你妈妈一定会得到这功德的呀 嗯 那个就是还有那个许愿 就是许 不是已经许大愿了吗 我妈就 就生吃素啊 那个顾送生啊 那个我是不是 我是早晚上乡 我是不是每一次都要求菩萨 把这个愿给说出来 可以 实际上跟菩萨讲愿力 是鼓励自己 是辨厕自己 是提醒自己 你自己发的愿 不要忘记 所以菩萨不会觉得你烦的 听得懂吗 哦 那是每次都是先求 菩萨保佑我妈妈 怎么样怎么样 对 然后说出愿望 对 这个可以的 对对对 可以的 哦 好的好的 呃 师父 师父说现在比如说 开始说放生 呃 如果不是求得很厉害 可以多念圣无量寿 托罗尼嘛 就好 师父说 比如说 呃 那个经文是 是一个媒介 呃 不大把我们把那个河 挖得更深一点 然后水就流得更多 那我的理解是 比如说现在去发书度人 其实就是功德嘛 那师父现在说 可以 如果时常发书度人 可以多念功德 保善神咒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 同样的作用啊 那当然了 所以为什么发书好啊 你知道你一发书 人家看了之后 人家相信了 你知道你就是一个人了 你不是救人一命 胜到奇迹佛陀啊 那厉害的不得了的 就是说念这个 功德保善神咒的 十一好像有点 杠杆作用对吧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本来是 善事和功德的当中 你一念功德保善神咒 怕一下子把这个 善事也好 功德也好 拉成功德了 肯定功德了 那如果有时候 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发书 去度人 有时候又怕说 度人当中可能有路 那我们有时候不太敢念 像师傅你再可以感应我去场 我可不可以念功德 好像可以可以 你可以念 你度人很厉害的 好 谢谢师傅 那这是礼佛的话 念礼佛的话可以消业障 功德保善神咒也可以消业障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礼佛 礼佛可以消业障 功德也可以消业障 功德保善神咒就是说 你把很多好的善事变为功德之后 功德就可以把你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以去除 这是功德保善神咒 礼佛是什么呢 礼佛就相当于道歉 听得懂吗 比方说你踩人家一脚 你跟人家说对不起 人家不是不讲话了吗 那大的事情呢 你不但 比方说你把人家伤了 你要说又对不起 对不起 又真诚的对不起 那就礼佛很厉害 明白了吗 然后接下来 对不起就够了 你是不是还赔赏啊 我为你赔赏用什么 讲给我听啊 那功德保善神咒 有 你是我弟子啊 一点智慧都没有的 不好意思 好好地学呀 好好地把白话看看 功德就是念小房子 听不懂啊 那功德保善神咒的话 是不是会激活呢 功德保善神咒 会不会激活 功德保善神咒 不会激活 功德保善神咒 只会让你的善事 转为功德 听不懂啊 累积你的功德 念这个经特别好 我是最近请台长说 可以网上的话 这样法布施的话 可以念那个 是功德保善神咒 对对对对 我们就在念功德保善神咒 那是一个特殊情况 是这样的 人家的话 我们同学的话 念礼佛三卷 平时功课里面是可以的 我念了两遍还可以 念三遍的话 就人难受 控制不住 那你就是功德保善神咒 说明你是念 你是念礼佛 念三遍就不行了 是吧 对对对 那就是我告诉你 你很多业障了 没笑掉 每天念两遍 念两遍之后 念到一段时间 再加上三遍 现在目前先改成两遍